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6月29号啊 我刚锻炼完给大家报平安来了 怎么样了 你们好吗 大家好 你看我后边的蓝天白云多好 前排前排4031前排啊 太棒了太棒了 沙特战友向文贵文好太好了 沙特是我的幸福之地啊 刚跑完一小时九公里啊 好好好 3191好好好 0095 0095 0095 看着你们最开心 最开心 好大家健身伟 听到大家健身伟 太高兴 哎呀今天我健身的真的是我歇了三天 然后我健身的时候 对吧 累得我了真的是真的是流鼻子 真的是流鼻子 真的是流鼻子 做平板生的时候 撑住太不容易了 哎呀 哈哈 妈妈大 妈妈大 Mass me 太好太好 哈哈,我要看一下,看不见光,哇,谢谢,谢谢,每天都超税了心,二二一一三,就是嘛,超税了心, 想你了,二零一三四,好,我也想你了,谢谢,咱们互相想,你看,要不然你看,我能这样吗,有时间就给大家赶快聊聊,哇,这个这两天啊,因为我昨天开了一整天的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效率特别高,然后呢,一会儿呢,马上就有人吃午餐给我,然后接着还要开会,都挺好的,都挺好,哎呀,这个就是没法分享,我这下面太多鱼了,太多鱼了, 因为我试了一下,没法让你们看到,因为那个比例太小了,到视频上,我这周围全都是鱼啊,我特想让你们知道这些鱼的感觉啊,特想让你们知道这种鱼的感觉。 刘刚是不是我派的卧底,没有,没有,我跟刘刚先生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联系,我相信刘刚先生他是有正义感的吧, 他跟死诺这帮为使这帮烂人他是不一样的吧,那些人都出了,刘刚毕竟受过教育,高等教育, 你看刘刚先生他很少这个骂脏话,很少做那种,那种骂人家出来,骂人家爹妈的,骂人家孩子的,那都是给自己祖宗造孽的, 你骂人家一句,你骂人家一句,骂你奶奶,你祖宗一万句,这是起码的常识,刘刚先生他就不会这么做啊,他就不会这么做, 他还是受过教育吧,高等教育还是不一样的,我在一年前我跟一个刘刚的朋友说过, 这位刘刚的朋友呢,这个也多少年和刘刚不来往了,然后呢跟我说,刘刚啊, 他说你就别跟他一样的,他说刘刚这人呢,心里并不坏,他说呢,他说这个你别跟他一样的, 然后我答应了他,我答应了他,我答应了他这位朋友,那么他这个朋友呢, 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在美国几十年了,所以呢,我答应他以后,我就会不去,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对刘刚先生有任何提出什么,有什么疑议啊, 你看他说啥我也不吱声,他屁锅被砸锅砸得久了,我从来不回复, 但是呢,他跟史诺还有这个韦史,这是个垃圾,这是,史诺和韦史, 这是人类的垃圾啊,人类的垃圾啊,连史他都不是,这个韦史和史诺这个, 这个,刘刚先生我还是没让我失望,他看出来了,我头两天说的那个话呀, 很多我希望他这人都知道,这个史诺呢,和韦史呢,他俩也互相骗, 这个韦史呢,在别的州开了账号,收了其他的钱, 而且这个钱里边,绝大多数钱,应该是说第一笔的一百万美元里边, 一大半是给刘刚的,一大半是给刘刚先生的,结果呢,都被韦史给吞了, 都被这个史诺给吞了,史诺得了二三十万美元吧,二三十万美元, 我已经讲过几次了,他们玩的,玩狠的,玩邪的,玩臭的,刘刚玩不过他们, 这种情况是必然,你们会看到什么郭宝胜啊,这烂人,郭宝胜我就特搞笑, 动不动,我要起诉,我要起诉,我要诉状,就你那俩钱, 还够写一张律师纸的吗,你坑那点钱,郭宝胜这个人, 这个烂人,这个烂的,他跟这个史诺,韦史,袁洪兵, 这些人他们是一个级别的啊,还有赖剑兵的,他真是一个级别的, 太烂了,没任何底线,还动不动就起诉,他跟韦史, 你发现了吗,还有史诺,动不动就挂在这边,我让检察官起诉你, 我是FBI,告你,我让美国政府告你,好像是他爹似的, FBI是他爹,好像检察官是他爹似的,为时你见过啥叫检察官吗你啊, 你这种垃圾简直是,还有史诺这种人间的垃圾, 竟欺负那些中年妇女,那些人家在这边申请正辟的, 叫人家给你按摩,搞性贿赂,实际上就是强奸, 中国咱们很多女性太老实了,为啥重拥这种坏蛋,为啥不出手, 哎,真的是难言,难语啊。 我从来不看他的推业什么YouTube,我是看到有战友发给我, 太搞笑了,哎呀,某人我要起诉,就你郭宝胜那臭水瓶, 招摇创变,我原来,哎呀,我都懒得搭理你,你等着啊,会有一堆的律师会给你的, 郭宝胜,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让你先把你的子弹都飞完,会有一堆的律师等着你, 会有一堆的律师官司等着你,你的房子,你的税,你上过的电视,你上过的节目, 你说过的话,你拿到的护照,你拿到的钱,你收到的捐, 还有你当牧师的时候所干过所有的事,一堆的,你记住我今天的话, 郭宝胜这样的人,他和史诺维史,乱伦彪,这都是一个级别的,必须处置, 什么斜剪绳,什么渠弄,这都得把他送到监狱,一个都不能饶了他们, 你记住我的话,你们记住,太烂了这帮人。 他们啊,这个,玩刘刚先生,这个玩刘刚先生的前提就是想拿他骗钱, 这个刘刚先生还真发现了,他们用他骗了大钱了,骗了大钱了, 骗了大钱了,刘刚先生早一点发现了,还挺好,还挺好, 据我所知啊,据我所知啊,他们一言一行啊,听说都在某部门关注之中,人家在钓鱼。 有些女同胞们被史诺、被围史给骗的,赶快站出来,说话吧,不要当人家刀下的蛆,被人家玩弄。 在中国,你共产党玩不过,你到美国,还被他们给骗,这就自己有问题了。 哎呀,我刚才令皮板声说流鼻定了,哎呀,累得我受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说国内这个传播的事情,我今天告诉大家,谁,哎,对了,最近那个好像环球时报这个不转播文贵的这个变成中文,不再传达文贵的信息了。 我希望所有的战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我只代表我本人,不要去折备环球时报,不要去折备他们。 因为刘先生在监狱里面,重庆警察,拿着他家人,拿着他的财产做要挟,让他干啥就干啥,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郭宝胜啊,给这个环球时报的工作人员,义工们,出了做正批的信。 郭宝胜拿着这个威胁别人,说这个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去检举揭发你。 已经有人就范了,已经有人就范了,必须被威胁。 所以说郭宝胜呢,就威胁环球时报。 还有郭宝胜的头脑,曾经为这些人出过正批的信,然后让这人就范。 国内人家创始人刘先生,人家被警察抓着,人家能坚持到今天不简单了。 怎么骂郭文贵,怎么砸郭文贵,只要对你环球时报有利,对刘先生有利, 你尽管的砸,尽管的说,我完全接受。 而且我永远感激环球时报曾经转发、转播文贵的所有的信息,永远感激。 但是郭宝胜威胁了这几位女士,你给我发了信息,我也都收到了。 我听了以后,说老实话,我没给你回,原因是啥?我很生气。 我就像我刚才说,被那个史诺牵在教家里边去给按摩,裸体按摩。 你是个女性啊,你有尊严的呀。她让你裸体按摩,你就要裸体按摩吗? 你没有母亲吗?你没有姐妹吗?你没有孩子吗?你为什么这么没尊严呢? 为了个正屁啊?你为什么要被她这么给玩弄啊?你想过没有?她睡过你,她还看不起你啊。 所以说你给我发的信息,我真的不愿意回,我很不开心。 任何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尊严的时候,这就叫别人给尊严,怎么可以? 包括郭宝胜威胁你这个正屁的事情,你们发给我。你让我给你做什么? 你让我做什么?不管你发不发,我都会用法律行动。 一定会对刚才我说的,她的房子,她的税,她的美国护照,她所有的捐款, 所有讲过的话,她都抹杀不了的。包括对别人的威胁出的正屁,收到的钱。 她一堆的问题,不会拉倒的。 动不动还威胁?我要写绿色线,我要杠某人,就你郭宝胜那俩子儿。 你给我写一张纸的吗你啊?我那楼船底下买卫生纸的钱, 都把你那全部包含了。烂人家这是,威胁这女性。 你威胁这些女性,你为啥你就范呢?真让人受不了。 真的是不开心。你们为什么被人家威胁呢? 郭宝胜、史诺、韦史、乱伦彪这号人,为什么在西方能存在? 还有那李伟东这个烂人在背后操作的一切。 这背后都是这个李伟东在这块搭桥。 为什么能在这活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的同胞的这种弱性。 这种自私。他敢骗美国人去吗? 他敢拍,连委内人拉人敢骗吗?他也不敢。 就是骗我们自己的同胞。还净骗这些女同志。 卑鄙啊,可耻啊,无知啊。 你看郭宝胜威胁的,全都是同胞。 好。 郭先生,百度可以看到海航关于图的王岐山。 王岐山一定完了,一定完了。 昨天一位美国朋友说,哎呀,文贵啊,我要跟你道歉。 过去啊,我两次当着面,我说你,王岐山,你说王岐山跟习近平有矛盾,我不信。 他当着面说过,郭文贵你说这我绝对不相信啊。 他说这是假的,我跟王岐山认识二十几年了。 他跟习近平立不了王岐山,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然后呢,后来这个十九大没王岐山,他说郭文贵你赢了,你说对了。 我说我没有赢,他还会回来的。 然后呢,真回来了,说你看这回你输了吧,你输了吧。 然后呢,头一段时间,我说这回是我告诉你,王岐山真完了。 他回来是个好事。 然后呢,去了北京,见了王岐山,见了很多人,然后途径香港。 然后很多人说,现在王岐山是习的最大麻烦。 然后王岐山讲绝对的就是一个目标挑战习。 而说最近的银行贷款,他说你看一看,叫潘弓胜的人到了海南,潘弓胜。 这个烂人,小潘啊,我在这骂你了。 我认识小潘太长时间了,潘弓胜。 潘弓胜,我想我要说你的事,潘弓胜。 24小时,24小时长安街上就有一堆人去找你麻烦去。 潘弓胜,你知道我说啥意思啊。 那二件的事,我不想跟你说赵二件的事。 我要把赵二件的事给你亮出来,潘弓胜。 你管中国外汇,你管人民银行的大额贷款,你简直是侮辱了全中国人民。 小潘啊,你知道你给我擦鞋都轮不上你,你怎么能当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呢? 结果好,人民银行另外一方,管抓人的,抓住了这个潘弓胜的把柄。 潘弓胜很多犯罪证据他掌握着,然后威胁他到海南去开个会,要挺这个海航。 但是习近平主席会知道的,你们打着习主意。 因为海航是安全部的公司,是安全部对外扩张的代表企业。 然后人民银行让大家给贷款,两次给了260亿,然后再鼓励其他银行给受信。 受信还要提现,提款权,提前提款。 这是潘弓胜周亮你俩干的,大家都知道,早晚会弄明白的。 包括那个中航游,中航游你周亮协调的,也是你小拍出面协调的。 你不就是王岐山抓住你把柄了吗? 烂金话?哪一部烂金话? 这位美国朋友回来说王岐山真的完了,他说真的完了。 我去喝的是绿柠檬运动完,绿柠檬。 我刚刚喝了一杯呢,运动完我喝一个砸芹菜汁,放一点蜂蜜,喝了一杯。 30分钟内不喝东西,不吃东西,然后喝了一个带气的水, sparkling water,然后放的是绿柠檬。 所以呢,这位美国朋友说,这个王岐山气色状态,喘气都不行了。 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他硬挺着,硬挺着,还装着那种,一说话,怎么的呀,压定了,妈来的。 老是玩这词,他说明显没底气了,完了。方正股票涨了吗? 谁又听了我得涨多少钱? 现在我告诉你,我们香港,买方正股票的钱,我们在那现金割的, 现金割的28亿美元,28亿美元,就把方正全买完都使不完的钱。 这是我们原来基金的项目,还有大概十几个基金吧,联合一起,一致行动人, 每个人买不超过5%,所以都合法的,28亿美元,有多少买多少? 大家,你们有卖方正证券可以跟我联系,在香港,有多少要多少? 国内也有人帮我们买,我们只有一个,组长,组长啊,海通,海通证券, 现在准备内部定向增发,他来个大增发,哇,这个是我们太大机会了, 我们买的跌,真跌了,然后再个民生,民生股票,5块多钱呐, 哇塞,我们基金赚大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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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简直是基金里边的英雄的英雄,这家一晚上就是一个船, 两个船就来了,就这么简单,你说,我也不知道,真是上天对我太好了, 文贵就是说说,想想,就赚大钱了,不赚都不行,你说咋弄的呀这个? 这个人民银行的潘工胜啊,我跟他很熟,非常熟, 这个在河北啊,他做生意,玩字画的哥们儿,玩特别大,原来是农航呢? 瓦那图,也有盗国贼的事情,对了,我看看这个啊, 福先生真是个牛叉人,瓦那图有盗国贼,你都知道,你真厉害啊! 福哥,福哥,福哥, 泰 atom不是邓家地,海中可不是,海中是老大地! 谁今天筑盘鼓啊,拿着那个信息给他说去,给你打五折! 刚才这个说我家就筑盘鼓的,过去了! 法拉利标的啊,这是谁啊? I-M-M-O-T-R-A-L-S-C-H 拿着这个去啊 告诉他 打五折给你 我说的啊 山东鲁话不行 绝对不行啊 特有意思 昨天那位美国朋友问我 你得告诉我 那个Jolo到底是不是孟严柱的师生子 那你问孟严柱去吧 别问我了 现在这个 其他几个基金啊 由于我在过去一年里边正确判断赚了大钱 现在这些人啊 都要给我重新建立一个基金 而且很夸张的 大家都是 能想到的一个特大特大的一个基金集团 要和我单独做一个啊 做一个专门就是 就有点 就是就是跟你光贵的 就是你爆料 说哪个买 哪个不买 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 哇 你看那个鱼鹰 哇塞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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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如果不用健身房 不去游泳 你就别住盘古 不去中餐好好吃点中餐 你就不要住盘古 因为那是重点 说说和平的如何 如何卖你 现在不说 以后说 以后说 这个人呐 你们记住他的钱哪来的 这是第一重要 关注他的钱 关注他的女人和男人 就中了 啊 潘公盛到海南这件事情 我很不高兴啊 小潘 我本来不想说你 我懒得说你 但是你到了海南受了周亮的威胁 王岐山的威胁 你替他擦洗地 海航 天老爷都救不了他 习近平都救不了他 你去救他去 你想当这个枪口上堵着枪口去 你不想活了 你啊 小潘啊 你啊 你糊涂啊 谁在弄海航呢 他跟14亿人民作对 他偷了全世界人民的钱 他在打着蓝金黄的名字是替共产党的安全部 情报部工作的 你往上堵枪口去 周亮让你去你就去 你开玩笑你 哎呀 那位猪盘古的说支持我 我让你去给你打五折 不是让你支持我 你要是支持我 我就不给你打五折了 你不要这么说 去了就是战友 战友到家了就是自己人 什么人啊 猫猫好 猫猫好 伟牧师 那个烂人 你说 他啥都得不到 什么都得不到 你说他一溜撒谎 一溜撒谎 一溜撒谎 我报税了 捐款 捐款者拿税 谁给你捐款了?你骗款,谁给你捐款了? 你报的哪些税?你呼噜这些孩子们可以? 你呼噜呼噜我这好人,你开玩笑呢? 我那放在屁里边的税务知识都比你强! 文奇美食会,行家,看了解凡谷,每次住凡谷 三七八一啊,去之前给我打招呼啊! 老兵逐渐的被劝说回去, 但是你们记住,老兵都是有脑子的,老兵是有组织的 老兵会来来去去,很多回合,很多回合啊! 我这后边啊,哎呀我的妈呀,这太看不见,太多那小船 帅男美女,玩摩托艇,玩船的,哇这鱼多的简直是,你看! 你看那一群,那一堆鱼,哎呀我的妈呀,鱼好大好大呀! 好,要住盘骨的,提前给我发信息啊! 只要是今天在这儿出现的,我这都给你们留着, 我保证都给你们打五折啊! 白头发好多,我希望都变成白的! 白发老人,白发中年人文贵! 十节杯子有意思,我不要瞎分析了,我不是专业这方面,我不容! 我不容啊! 我让我的快捷船过来给你们看看啊! 我让你们开快点给你们看看啊! 呀呀呀呀! 哭不哭我在这儿船?哈哈哈哈! 你看多哭啊!你看看! 我超喜欢,昨天哇,我开到四十几个当时, 一直飞过去,开了一个多小时,哇!超爽啊! 然后那音响,我这那个船上一百多个喇叭,一百多个, 你去想想多大的音响! 真的心脏舒服啊! 我让他打个圈回来,让你们看看啊! 这个船上一百多个人,我看你了! 太棒了!这船简直跟着篇幅匣似似的! - 准备吗? - 准备? - 准备了! - 准备了! - 看着啊! -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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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我的水冲到我的船! - 这哥们真是太可爱了! 他是特种部队的,特种部队下来的! 他开飞机的哥们! 所以他开船的时候,他再快他也觉得慢! 开战斗机的,开F46的! 疯子! 刚才你说那么近的,光进个家就飞起来了! - 贴着水面就神经病了! - 这美国人爱飞机啊!爱船啊!爱车啊! - 这简直是在他们学业里面! - 学业里面! - 每个人啊! - 看这船都大叫! - 疯子你看! - 跑那去了已经! - 你看看! - 大家看到了吧! - 已经好! - 再来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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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再来一次! - 再来一次的感觉! - 再来一次点? - 再来一次的感觉! - st nonprofit water - 再来一次的感觉! 就是仰慕这个船,今年要到这个船上来工作工作。 所以家伙来了,爱的不容,超爱这个船。 所有我们的船员,十个人,全部都是超级爱这个船的。 刚才给大家看了那船了。 行了,我不能给大家聊了,我要走喽。 大家报完平安了。 广州问好,广州的,谢谢兄弟啊。 養几只鸽子,那不行。 这个招太坏了,太土豪了。 这船上每天打扫,甭说是鸽子了。 爱惜的呀,跟那个钻石一样的爱惜。 大家看到这个船的后面那个玻璃了吗? 看这个,它没有这个框。 因为什么? 这全是,这个不是玻璃的,它是水晶的。 它是水晶的。 然后呢,都没有那个框。 所以它因为设计,就要那个Zen,缠的感觉。 整个这个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船。 给你这个,我给你一个。 谢谢。 这个,整个这个船的玻璃呀,它是弧形的。 最大块,全是电。 谢谢。 谢谢。 整个都可以电动升起来的。 世界上唯一的船做到这一点的。 太多高科技了,太多高科技了。 我马上现在是早午餐一起吃。 早午餐一起吃。 然后我呢是, 十二点三十,我要吃早午餐。 吃完以后,一点二十开会。 大概开到四点钟,有客人来。 然后呢,跟客人呢,饭前聊聊。 然后有个晚餐开到八点钟。 然后呢,晚上有一个跟新加坡的一个小视频。 然后今天早睡觉。 明天早上早锻炼。 锻炼完以后,明天一上午, 就是见几个律师是关于我们基金的。 然后呢,中午吃午饭。 我试试跟大家这个吃饭直播,我试试啊。 明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好不好。 正好,中午吧。 在这个上面显示三百人,但是后台上一定是超过五千的。 大概这块超过一百七的时候,一般都三千多。 这个应该超过五千的。 刚刚跑了六公里,太好了,兄弟。 凡是在跑六公里都是好兄弟啊。 凡是好吃懒做不运动的,都不肿。 都不肿。 你是新加坡人呢?三小九一,我超喜欢新加坡啊。 我告诉你,很多人这个环球时报呢,大家千万别埋怨了,刚才说了啊。 这个人家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个原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联系,经济上让我帮助,我马上就帮助了。 也因为他们给他们汇钱的时候,我们其他几个人的小账号,很小的账号,几万块钱吧。 也给疯了,也给疯了。 后来我们在海外汇了一些美金给他们。 后来人家就主动不要我们帮助了,就特别好。 我觉得环球时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们是被绑架,被压迫。 再一个就是义工们被郭宝胜现在给威胁。 这个都发给我了,我也听了,我也看了,我非常恼火。 所以不要说了,刘刚先生他今天做这样的事情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因为他是有修养的。 而且我相信,刘刚先生会在美国弄出大事出来。 他是了解美国的,他是有能力的。 所以对刘刚先生不要有过多的责备。 他还是有良知的,有教育的,有素质的人。 有素质的人,有素质的。 然后呢,再一个,千万别说这个国内, 现在文贵传播呀,少啦,多啦。 千万别相信这鬼话,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我可以向天发誓, 文贵向你们负责的。 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共产党的执政,盗国贼的执政, 他对区块链的理解,今天他掌握不了。 他想挡住老百姓知道郭文贵的视频,不可能。 我可以这么说,凡是被查住的, 传播文贵这个爆料的,信息的, 我告诉你,两种人。 一种人,他没有用心,只是用正常渠道, 被查到了,或者被屏蔽了。 二,年龄较大者,不太会玩国科技。 凡是80后,90后,2000后,长期关注文贵的, 谁也,他也挡不住。 我可以告诉你,我发展的就是这些人, 传播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都有爷爷奶奶父母, 都有家人,兄弟姐妹少, 但是爷爷奶奶老了不少,都是家中之王。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他们想挡住,扯那简直是,无知。 无知,不可能。你看那安全部啊,公安部都吹牛呢, 骗共产党的钱,骗领导的钱,瞪眼说瞎话。 你看看那史诺,咋骗北京钱的? 怎么骗那这个北京公安安全部钱的? 你看看,刘刚先生不写出来了吗? 刘刚先生他只爆出来一点点,瞪眼撒谎。 跑这儿照个相,骗马钱,跑那时候骗马钱。 逼逼机,讲了个话,骗了一大把钱。 刘刚先生连个毛都没捞着,钱全都被人家为使和习诺弄走了。 但是骗谁钱?你没想着,唐老普蝉黄雀在后。 你以为骗了公安的钱呢?公安利用你为使, 习诺你刘刚,他骗了你一百倍,一千倍的钱。 你以为啥呢?你不或是人家的工具而已。 所以说,环球时报的什么传播呀,还有什么现在都不要在乎。 如果郭文贵的传播,能被这些事给影响了, 郭文贵也就是个混蛋。 还有什么理由给你们做着讲话?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郭文贵最了解共产党的就是内部操作方法。 还有他钱和资金和人际关系的玩儿。 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下一步不是拉什么手, 我都知道啥时候提裤子。 他们不绝壁股,我都知道他会拉什么屎。 你绝什么壁股,我都知道是什么时候提裤子。 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就是上天派了他们的杀手。 王岐山变成中国红十字会名义会长。 忽悠他呢? 习主席也忽悠他,现在也忽悠他。 共产党哪有不忽悠的呀? 咱国内的战友们出了国呀, 真的是珍惜生命, 远离海外所谓名人。 真有本事的硅谷那些好优秀的华人, 你看跟这人掺和吗?都不掺和。 你见纽约的那有本事的华人跟人掺和, 搭理都不搭理你。 凡是在社交媒体上, 能出头露面的, 天天喊着民主民运的, 说的高大上, 你放心,99都是没工作的。 都是骗人的。 搞媒体的, 基本都是没饭吃没本事的, 有本事不会搞媒体的。 当然了, 现在我们爆料革命的这些人不一样, 两回事儿啊, 自媒体的有两回事儿。 大家就看看这一帮骗子。 我们这个后面有个基地, 这个军事基地和警察基地。 每天! 哇! 人家这警察, 人家这军队就太疯狂了。 他们每年常年就这样 一到五当当练枪 然后这些警察军人们 嗨 都在这块骑摩托车玩 每天 人家这警察军人过着这日子 咱那警察军人都是人家的工具 都是人家的枪 所以啊兄弟姐妹们啊 哎呀想你们哪 我真希望你们都过上这样的日子 旁边有无数无尽的鱼在围绕着 然后呢旁边有着绝对的安全 蓝天白云 还不用打炮 用那个炮摆 往天上射 然后呢大家和谐共处 和谐共处 然后呢吃的喝的 非常便宜 工资非常高 中国是工资非常低 吃的喝的啥都很贵 中台关系 对了大家知道了吧 我说picture picture照相 马蒂斯国防部长 因为那有些保密啊 是那时候我们讲那么细 照相了吗 习主席 都知道 我都知道 一定会在盘古相见的 这位战友啊 大伙都认出我来了 老郭没认出我 001谁呀 谁呀 这不是这个 那个柯南吗 柯南吗 这不是 驱银蛋 对驱银蛋 咱也不打驱银蛋啊 哎呀我真的是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真不知道 我有 我特别想 我给你们告诉你们 我有多痛苦 我特别的看到中国人 吃的喝的 还有中国人嘛 没事 回到家以后 就讲到电视上 什么什么事啊 娱乐圈什么什么事啊 听说都是八卦 都是八卦 实际上八卦 全都是被控制的八卦 还很低低的八卦 然后这些男女都不健康 男女都不健康 每天就是东家长 西家短 婆婆长 什么公公短 都是这些鸟事 没有人享受 真正的现代科技 这是个军人 刚才下面转半天 太多人都是照相 太多人了 这个 每个人都没有机会 享受现在的科技 文明 大自然和尊重 你在中国去任何旅行的地方 没关系 你进不去 排队 啥旅行去了 排队去了 真是上车睡觉 下来尿尿 看了两三眼庙 直接回去 再睡觉 然后呢 什么都是被贪官嘛 给关系给搞定了 啥也看不见 那酒摘沟去 那酒摘沟 是最好的管理地方 我认为 但是那人多的 走关系 走后面走的 你无法享受 连西藏都这样了 头两天 有朋友找我 关于新疆的事情 新疆是说 让我采访采访 我说暂时不是时候 说老实话 我给新疆朋友说 新疆因为 我怎么说呢 这是影响到 别人的隐私了 就在我身边 有两个最好的 新疆的 现在是我的同事吧 还有我的家人 娶了这个新疆人 而且新疆 我是看到 亲眼 看见了很多事情 是超出想象的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给战友们出个题 出个题 我到时候给你们答案 我拿照片给你们答案 不是忽悠你们的 全世界最贵的水 水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 在新疆 新疆的水 现在在北京 最贵一瓶多少钱 这个你们去查去 叫啥名字 一瓶多少钱 谁要能答对的 在今天这个圈里面 今天上的视频 答对的 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我可能 谁先答对的 我可能可以考虑 送你们一个帽子 郭媒体的帽子 为什么我给新疆朋友 这么说呢 新疆除了人被看起来 被抓的 被消失的 被这个带电子工具的 限制旅行的 还有这个不允许宗教自由的 限制你的生活方式的 除此之外 你们根本没 我在海外没见过新疆人 能真正说出新疆问题的 新疆的资源被掠夺了 新疆人的平等的生存机会 没有了 新疆很多有能力 但凡正常的 有一点视野的 就是说 有点教育知识的 全都被限制住了 就是一个未来的提前扼杀 叫阉割 人才阉割 资源绝对掠夺 限制绝对行动自由 你们拿出点证据 查查那个水去 我告诉你 法国最好的水 一云水 我这老喝一云水 一云的老板都喝新疆的水 因为那个新疆的水过去 是整个 从这个西部的喜马拉雅山那边 这个几万年前 那个水 从这个 大洋蒸发 积到石头山下面的 那真的是万年的水 所以那个水 他们换了结果 比一云水还好喝 他们都喝那个水 你们查查 叫什么牌子 多少钱 谁能答对了 所以我回答 这位新疆朋友 你们找了 我的朋友 要跟我说 我说 现在不能跟你们见面 因为 我不觉得你们 现在真正有能力 有团结 有智慧 去面对这些事情 这很简单 但是你们都做不到 让西方知道这些事实 比什么都重要 不是李纳广告那个 那个水没那么贵 我说的这个 新疆的这个水呢 大概 我当时在北京说 我们去买 三百块钱 和 还有更高的 我不跟你们说出来 还有几个特别的 更贵的 新疆西藏 哥尔木西大潭那块 昆林山那块 那块水厂呢 是一个水 但那块 那个周围的水环境很差的 新疆人都喝了 喝沟的水呀 但他们拿的水 卖呀 都是武警看着吧 但我说的还不是那 不是萨奇库水 不是 90701 帕米尔冰川矿泉水 你说对了80% 80% 萨米尔 刚才那个 我记下来了 我得赶快 我得给你记下 别让我给忘了 等等等等 萨米尔 有三个地方 那个区叫帕米尔 那个山的帕米尔 但是你说帕米尔 说了80% 我得给你纠正一下 帕米尔有三个地方 那个区叫帕米尔 那个山的帕米尔 帕米尔真正的水 最贵的是 它的有一个山头 这个山头上的水 是武警都看着的 这个水是运到北京 是给中央特供的 还有很多水 是被给高端客户的 还有出口了 帕米尔的啊 哇 还有谁 现在有一个啊 帕米尔的 我得忘了 你给我发这个私信好不好 私信 我的推特私信啊 刚才帕米尔那个 5731那个 5731啊 小百合 天亮的消息 我是小百合 你好小百合 不是那个 恒大说的那个 帕米尔是 整个另外一个山上的 它叫特供水 那个玻璃平的 你都不想象的 贵 没有人说说价格 塔尔库 塔尔库尔干的 那边的水呢 不允许老百姓的用 他们随便用 真是有高人啊 有高人 这就是这些军事人们喜欢啊 喜欢爱着船 照相太多了 你看这么老多 刀国贼啊 太狠了 对新疆太狠了 把新疆 新疆 折腾太惨了 我这个朋友呢 娶了新疆的媳妇 是新疆当地的 一个政法委书记的孩子 新疆人 回去以后 他回去 马上就上他家去 查他的手机 所有电脑 所有包全分开 在下火车的时候 他就这个被查一次 到家马上几个人来查 他第一个政法委书记也不行 你说这个事件 这不大监狱吗 新疆的同志 真的是搞得非常不好 新疆太惨了 新疆和西藏 简直人间炼狱啊 人间炼狱啊 某一天 适当的时候 我希望吧 能把这个 我有几段小视频 这小视频 对新疆人 可能是也影响不好 因为 就是那新疆 当时跟公安打仗的时候 那个烧人 OK 开始 要吃饭了 这个视频 然后也有他们虐待 杀新疆人的视频 适当的时候 我要放出来 帮帮新疆人 西藏人很多寺庙的事情 我要放出来 行了 我这个不行 叫我了 本来说好十分钟 我要去吃 今天中午的午餐 特别特别丰富 十一样 不同的吃的 哎呀 一到吃的时候 我就纠缠了 吃多了吧 胖 少吃吧 嘴又馋 你说咋弄呀 啊 亲爱的兄弟姐们们 我这不得 今天报平安 书院你们一切都好 国内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赶快睡觉 别熬夜啊 不准熬夜 熬夜不好 然后国外的朋友 赶快工作啊 我可能明天十一天左右 直播吃饭视频 跟你们聊天 咱就聊天 你们有啥问题问我啊 刚才我记住了 矿泉水这个 不是萨奇谷刚才我说了啊 就是说那个 潘米尔的 你说的80% 你们说潘米尔上面什么水啊 但是这个帽子一定给你啊 你攻击 不是攻击 向你 你给我发给那个 我的那个推特私信嘛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因为你们文贵变得生活无限美好 文贵会给你们带来美好的未来 传奇的未来 我们中国人 就应该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活着 蓝天白云也会属于我们的 我们都会过上美好的 安全的幸福的日子 祝大家健康美好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不要来了我要吃饭